回來帶您關心又是酒駕 彰化這一名一三八歲的 肖姓男子 喝完酒肚子餓了 清晨四點開車出門 要去吃礦肉飯 結果他的車輛失控 撞斷了路燈 在衝進旁邊店面之後 人就搞失蹤 最後是被爸爸帶回現場 酒廁超標 依法總辦 黑色轎車高速過彎 撞斷路燈後失控 撞上店面柱子 滑進旗樓裡才停了下來 民宅柱子被撞 吸收了大部分的動能 讓黑色轎車停在旗樓 沒衝進屋內 否則損失將更加慘重 救護車貨爆火速到場 卻不見駕駛身影 強大撞擊力道 讓救護人員也驚呼連連 因為造勢的車子 車頭幾乎全毀輪胎爆裂 車上安全氣能爆開 難以想像撞擊力量有多大 警方跟救護人員 現場搜索約八分鐘後 染了一頭金髮 三十八歲 蕭信肇事駕駛 才由爸爸帶著回到現場 自己走上救護車 蕭信駕駛頭部膝蓋受傷 救護車把他送到原機治療 他口口聲聲說沒酒駕 但是酒測值高達0.76 偵訊後坦承酒後自己開車要去吃空肉飯 半怒不剩酒粒才會之狀 警方依公共危險罪嫌將他送辦 附近民眾直呼好幸運 車禍就發生在彰化園林萬年路三段 工程單位貨爆到場調走被撞斷的電線桿 幸好意外發生在清晨 店家沒營業 該路段剛好沒人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記者林一峰超豪報導